來 本來聯合國 憲英台會 我們有望國的土花爐 因為代表團裡面有什麼臺灣新聞 主要讓中國施壓要求態度 這土花爐的外長 科菲時期主要提出代表團 鼓勵出色 代表表達空氣 我們正在海水中 發表演說 讓世界人 注意海北面相關的 土花爐 外交部長官會議 立志副團參加在普通的既行聯合國 憲英台會 因為土花爐代表團名大長 包括三名 臺灣新聞 只做到中國施壓 要求貼到台積新聞 如果沒有貼削代表團參與主計 外回收起 退出代表團 即將出色台會 抗議中國打壓臺灣 其所謂人員 自降人格 甘當別的國家的隨從 企圖寄進聯合國海洋大會 這只能自取其辱 鄉東優待的國會 立刻19年就賣風台 他還在今年 諾貝爾和平中的題名 國會雖然希望 土花爐可以參加台會 但為了表達對中國不願 都沒有出色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友邦北流 總統會數人 林漢優待會上 是特別說到台灣 表達幾次 表達新上新的社主 就是由台灣回收技術作成的 對於中國無理濫用他們在全權證書委員會的職權 要挾我國友邦土花爐修改團員名單 外交部給予強烈的譴責 外交部感謝土花爐堅定收聽台灣 也要強調中國 隨意施壓回緩國的行為 只是在處現實惡劇的本質 政府將會繼續跟 友邦參理念外景的國家合作 共同犯罪中國 在聯合國一直混亂的惡意影響力 記者綜合部長 同學